如果是住這個公務大樓 也才是在辦公大樓上班 這樣每天在催眠都要坐電梯 坐電梯的時候 要怎麼閃病毒才不會去感染到呢 來看我們的報道 如果你要按電梯的按鈕呢 建議你可以用手機按或是用筆按 利用隨身的東西來吃電梯的開關 還有人會像這樣 跟手機頭上完結起來 根據德國的一項研究 是我們的新冠中 電梯的電梯在手錠表面 最多的順化九天 所以現在看到電梯開關 有帶這幾片的手機 方便用手機消毒 無論是出入出來 也要是上下班 南美都會坐電梯 這也是民眾最容易 收穫的風險的勞動 做好方向才能減少感染的風險